关于北美洲的墨西哥 当地的疫情虽然排在全球第13 但却是全球致死率第二高的国家 不止如此 当地死于新冠肺炎的官方人数 已经突破20万大关 成为了继美国和巴西之后 第三个死亡人数突破20万的国家 不过这一组数字呢 就被认为是被严重低估了 因为墨西哥政府最后一次对外公布死亡人数 是在今年的1月初 而外界估计 有许多在家中死亡的患者 并没有被墨西哥政府列入官方数字内 再加上墨西哥的检测率比较低 因此真正的死亡人数 相信已经接近30万人 而随着墨西哥死亡人数直线上升 当地的兵移业者 也马不停蹄地处理葬礼 墨西哥首度这场葬礼上 有人弹着吉他 也有家属们正在和逝者做最后道别 当兵移业者把棺材入土后 再摆上花圈和花树 代表院士者入土为安 由于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当地的兵移业者们坦言 他们已经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 因为葬礼是多道 有时甚至排到晚上才开始 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五分钟 五分钟到五分钟 但当疫情开始了 疫情时 我们没有时间到出 我们有几个服务 死亡人数不断了 两三个人在同家 同家属 与此同时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准备调动更多人员 来推动当地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墨西哥政府希望 让所有六十岁以上的人士 在四月底前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 以将疫情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